准备挥别农历民宿院 而各大酒店的抢婚大战也正式开打 今年有不少业者都走国外浪漫风格 将婚宴场地打造成法国或是希腊主题 但也有饭店是走奢华风 饭店业者乐观玉琪 向半年渐入餐饮的传统旺季 玉琪将会迎来另一波的营运高峰 暖心歌词配上独特音嗓 为即将踏入婚姻的准心人们 送上大大祝福 就连舞台也打造成巴黎著名地标凯旋门 穿着婚纱走着台步 仿佛来到浪漫之都 就连婚宴餐点也得够发誓 缩碎塔皮搭配楼顺奶油酱 上头是满满鲑鱼卵 一含早生贵子 三号甜点芒果慕斯充满甜蜜氛围 随着农历七月接近尾声 饭店开始暖身 抢供庞大婚宴商机 不只以今年最夯的巴黎为主题 还从婚纱 珠宝 礼品小物 都一站式准备好 可以争取到饭店下饭年 以及明年的婚宴商机 那我们预计今天也大概会 为饭店带来将近50组的 新的婚宴的订单 那在营业额方面的话 大概也会将近有 大概2000万的业绩 婚宴商机抢到明年去台北远东 香格里拉适逢饭店30周年 还大手笔送万元满额礼 台北新版希勒顿酒店 则是以古希腊神话为主题 仪式感氛围满满满 韩设爱美酒店大走奢华风 还能安排豪车 劳斯莱斯进行迎娶仪式 像我们的话就是选 喜欢比较场 就是户外场地的那种 美式风格 对所以我们在婚纱上 也会挑一些比较轻便的 就是可能是比较欧美的那种款式 感觉会想要精简化吧 因为做出越多 你办得出你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动这样子 然后都会找比较要好的家人朋友 同事之人 挥边农历民俗夜 各大酒店饭店掀起抢婚大战 要靠不同风格特色 吸引准新人的目光 记者负疑问陈博成台北3号报道